轻轻一碰整块水泥就崩落 走上社区顶楼电梯机房 钢筋瘦石 墙面也到处是裂缝 往另一栋顶楼走 仔细看在下沉的天花板上方 就是水塔 再震下去可能不堪附和 台北是新农国宅 其实在108年就被认定是海沙屋 那么经过0403大地震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随处可见 水泥大面积的崩落 而且钢筋也外露 无奈屋内两株墙壁都是裂痕 晚上更睡得不安稳 大小碎裂瓷砖 不满社区公空间 还有住户阳台窗户 整个不见 屋林约40年的新农国宅 经过住宅结构检测 混凝土抗氧长度只有原本的一半 绿离子含量也超标十多倍 108年被判定为海沙屋 按规定三年内要拆除 但至今仍有300多户居住 现在已经经过了四年九个月 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 尤其这个社区长辈又特别多 那当这个长辈有什么样状况的时候 甚至我们的医护人员都要上楼 把他们背下楼 原本计划今年7月让住户全数搬走 但这次花莲大地震后 更如同豆腐般脆弱 议员喊话都更不能再拖 希望市政府能够赶快筹拟一下所谓的这个搬迁补助 目前已进入都更程序 市府进行审议中也会加速来办理 承诺会加速办理 台北市副市长黎四川也说居住争议很重要 但他认为居住安全更重要 北市府推出都更已设到第八件了 就看市民意愿 北市统建议这回地震过后 贴出鸿丹两件 包含南京厂公寓和市领移出空屋 鸿丹也有八件 居住安全可得维护到位 TV市董事长佩玉也很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